好 给你 谢谢 妈 你早就聊到吗 你机关机机关机 你早就不下去吃了 他底事呢 鸡骗人啊 我是穷鱼好不好 你给我吗 我给你啊 如果你是真的没有路费我给你 你穷也可以啊 你拿个打气筒的我看呢 你吃了虫油你的补鸡 你不可能去店里补吧 你自己补 对不对 打气筒拿给我看看 补鸡骗拿给我看看 咱们拿去腓咱 咱们拿着给我看看 咱们拿着给我看看 咱们拿着 咱们拿着给我看看 咱们咱们干杯 五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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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怪种抽去啊我买 很多的景区啊 甚至不是景区 就我念大学的时候 就我们学校附近 那种小镇上都有这种诈骗 很多人就在路边讨钱 骗大家的爱心同情心 然后他们打的一些横幅 或者纸条摆在地上 说自己是来旅游的旅行的 但是身上钱没了 或者说自己的钱包手机被偷了 然后遇到了困难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6块钱去买饭吃 或者是给我6块钱我去叫车 我在中国经常遇到这种 我都直接不鸟他 我相信如果台湾人去很容易被骗 你会觉得他真的受骗 因为台湾人爱心泛滥 那最近在中国又有很多人 打着旅游的幌子 有些人甚至买了装备 装扮成那种骑行的爱好者 骑脚踏车的 然后有脚踏车的安全帽 安全服 然后在那边有一辆脚踏车 然后说自己在路上没钱了 但后来被很多人揭露出来了 每一天都站在街角 每一天都去讨钱 说钱包丢了 要6块钱吃饭吃 那很多人就说 OK我给你6块钱 然后我带 甚至有人说 我带你去吃一顿好的 他们不接受 只要6块钱 就很显然 如果说你带他去吃一顿好的 OK他吃完了之后 他就没有 不可能继续吃第二顿第三顿 但是钱不一样 你拿6块之后还可以继续赚6块赚6块赚6块 对吧 但是吃饭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显然是骗而不是真的饿肚子 那有些人还是那个 等一下我会播出来这影片 还有女生呢 说他没有车费 流浪在街头 要6块钱 只是为了叫车 OK 只要6块钱叫车 但是有一个好心的一个骑摩滴的 就是机车的一个大叔 他就是说我可以送你回去 我可以送你回去 但是他不要 我要6块钱 这个明明你的目的就是说 拿到6块钱去坐车 但是这个时候你刚好你的目的达成了 别人可以送你回家 不要 我只要6块钱 诚心已经崩塌的一个社会 不要被外表所欺骗了 看到学生你就觉得 学生应该坏不到哪里去吧 就有很多的学生也去行骗 最近更多 然后呢 他们 有些人说我没有带现金怎么给 没关系 他立马从兜里面掏出一个QR Code 收款码 非常的专业 就显然都是诈骗的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暖心的画面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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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你还没什么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这个大大牛 没什么送你 你送哪里 这个大大牛 用的就摸着送你 没什么送你是不是 还不准备啊 看到没有 大哥说了 谁很可怜啊 谁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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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赶紧 告诉大牛 我送到哪里 是 随便有困难是不是 你怎么老做的这个事 这么年轻 怎么不去干活呀 人家在这买菜买了一天没卖到四块 别给我来炖菜都搞到四块了 从中间热菜买了一天没卖到四块了 一家为高品质 山西十足的你 值得拥有哦 你感觉啊 你感觉啊 干什么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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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不是缠细 我感觉啊 这看不错了 你怎么还不错了 你怎么会 真好 小妹妹不要在这里返了 我看你也收了不少了 你再不走的话 你叫什么返了 我给了五块 这大爷又来了 这大爷十块 他就是在我门口呢 写了张纸 写的求六块钱 吃早餐 我来之前他就待在这儿 很多大爷大妈给钱 他们想可能差不多三百块钱的 我感觉他一看就是这个骗钱呢 又有坐垫在那里坐着 他那个指甲都是坐过的 补金也更好的 大爷大妈都问他都不说话 年纪经典也不干活的人 我不想让他在这里欠钱 博取别人的情形 我就把他赶走 你微信收款吗 我给你好了 我走 谢谢 我不是已经扫给你了吗 你还要 我不是已经扫给你了吗 还要坐车的 你坐车的 你六块钱 你每个人那个吗 没有 我还怎么知道 我自己的 我已经门口了 那你要几个六块钱才扫啊 今天骑车路上 遇到了一个装车有骗钱的眼 给大家看看 真正的骑友是不会这样在路边举个要钱的牌子 只要是这种在路边 举个牌子 说自己长途骑行 没钱吃饭 希望好心银能够给点钱的 不用考虑 通通都是骗的 拿走 这种银 装成骑友 坑蒙拐骗 很多地方都有 抹黑骑友形象 毫无道德底线 希望大家路上看到了 不要散当受骗 要打击这种行为 骑友好吗 维护骑车银的形象 这里有个骑警车的啊 按道理推理就是个骗子 遇到什么困难了 今天看到你一天在这里 今天遇到什么困难了 啊 你从哪里来啊 从湖南 这边去哪里 现在反城老家了 反城你老家是湖南 困难了是吧 那个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在路上 我用钱玩了 用钱玩了 今天 今天怎么有人来救助呗 这几块钱 我是当地那个认证协会的 但是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 给我说一下 我可以叫我们户外人 可以帮助一下 好吧 你你这个牌子是什么 写的什么呀 给我看一下吧 牌子给我看一下吧 骑行遇到困难是吧 你把身份证给我看一下吧 看下来看 真正是什么困难 我来帮助你 没带 不存在吧 你怎么身份证没带啊 你出门身份证没带啊 不要拍照了呀 啊 不是 不是拍照 你 你拍照了 我是在拍照 我在录像 我跟你说的实在话 你是真正的遇到困难吗 没有 哎 因为快点你把身份证拿出来 或者你拿手机拿出来 我查一下你是哪个俱乐部的 不要以这种形式来 影响我们户外的形象 好吧 好吧 我也知道 我就不说明了 不说明了 好吧 不要以这种形式来破坏我们户外的景象 好吧 因为我也知道 你并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好吧 把这个 这个给我吧 不行 但是你不能还不能做这个事情呢 我必须不愿意 这个我给你 要不你不要以户外的名义在外面诈骗 你照呀 你照我来揭穿这个骗子呀 这叫人指挥他自己有钱的很 对啊 我至少不用去讨钱 你家有钱吗 我有没有钱我也不去骗人家 你弄一下试试 你不要判我 你动一下试试 那走吧 给我出气 这得行 我跟你出去干什么 啊 给我出气 我还判你啊 你骗钱我不骗钱我判你啊 不是艾滋奔是敌的艾滋奔 你艾滋奔就艾滋奔啊 怪我什么事啊 你看我干嘛 你看我干嘛 旁边那些大妈都讲 目前就看见过他 然后有个大爷就说 这个东西就是假的 出哪个人了 贵阳的 啊 贵阳 我去领诺你吃个饭 他们舔舔吃过了贵阳 吃过了 哦 你就是要点钱是不是 哦 是这样的 远程齐行 请求好性能赞助点 吃饭及甘兰备用 抽烟的朋友给包好烟 哥们儿 碰到什么困难了是吧 给包好烟是什么烟呢 要滑着啊 啊 你从哪里来的 哇塞 你要懒得跟我废话 我还准备帮助你了 前辈偷了 我懒得跟你说 你不是要人帮你吗 我说 我 我是 我说你这是废话 其实 你这个照我是 什么叫废话呢 我说你照这个什么 不好意思 我是 我是一个 维洛克那个博主啊 我记录美好生活的 这么大了 别去你的车里面要钱了 多危险了 这哥们儿也是拼了哈 这站在车里面多危险了 快到12点了 我轻轻吃饭去 在外面碰到困难很正常的 是吧 我说我懒得跟你废话 你都听到吗 你真是 我是一天好心 你就懒得跟我废话 我听话 哇塞 你说这个话就有点过了 我的 干嘛呢 哥们儿 干嘛 我坐吧 怎么了 我出差的火丢掉了 我想问你这点火 不被弟弟你看行吗 你要多少 谢谢你 我就是请你 那你微信转给我啊 啥一次 没有微信 手机丢掉了 你放心 你把你的人机放在丢给我 我最迟最迟 明天中午之前 把你转过来 一看就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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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损 一看就是骗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是孩子我中国人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这儿 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留过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